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试吃这款四川新椒米线 里面有很多的小配料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比较新鲜的米线浴泡一下 倒光米线的水之后 我们先来加入这个清清脆脆的豌豆 然后是干料的汤包 这个汤包比较咸 所以如果口味淡的话可以少加一点 再把木耳豆芽 剁椒辣酱 还有油状的汤料包 分别放在碗中 就可以加水了 那这款米线叫鲜椒勾混米线 然后他说好吃到枯辣的伤心 真的没有辣的伤心 就是他的这种辣椒 好像是蒜蓉辣酱吧 加到里面不是传统米线的那种辣 就还没有上次那个牛肉粉的辣椒包的那个辣度要辣 然后好吃到哭 可能不同人不同的味蕾吧 不同的喜好 我觉得推不推荐大家买呢 就是这款米线也是直接冲泡不用开火的 所以方便是很方便 哦对了给大家推荐这款拌饭酱 就是叫泛扫光麻辣十锦 可能很多人都早就吃过了吧 嗯这款拌饭酱挺好吃的 它里面有比较辣然后也有比较咸香的感觉 我一会打算用这个拌饭酱拌着面吃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吧 如果大家觉得就想要方便 大家可以购买这个 然后就期待白家陈记 他们有更多好吃的这种素食食品推出吧 我以后还会尝试他们家的其他系列的产品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